大家好,我是黑子 今天凌晨的E3微軟發布了關於世紀4的新資訊 黑子在之前的影片提到過 除了已知的四文明,剩下的四個文明 黑子也都已經通領完畢了 有興趣的務必去看看 Steam上也已經上架世紀帝國4 並訂於10月28日正式發行 大家可以先拿出魔法小卡預購了 首先先帶大家看一下有哪些內容 四場獨特戰役,35項任務 接著往下滑可以看到最低配置 在最低配置中,黑子覺得比較驚艷的是顯卡的需求 顯卡竟然只需要Intel HD 520 這個顯卡效能需求簡直是低的誇張 看來對於三代需要高效能設備的敗筆 有痛頂死痛 附帶一體黑子提到三代不同的影片中 很多人在留言都提到 當時台灣設備都很好喔 黑子實在是有點...無言喔 再來看一個高片 在一開場 就用這種壯闊的場景 真實場景 讓我們帶入發生過的一些史詩級的戰役 而且這些比較特殊的是在世紀帝國4這些 描著金線、金邊的這些建築物啊、單位啊 其實都是一種有點虛擬投射的感覺 真實性的VR VR的那種感覺 然後接著可以再從我們真實的場景中去反推 在過去中發生的一些歷史事件 接著黃色的部分就是看阿拔斯 也就是黑子之前通靈道的阿拔斯王朝 你看到他們這邊是有騎駱駝的兵 接著是海戰的部分 然後以及提到了獨特戰役聖女貞德 那也幾乎可以確定 這一次世紀帝國4的內容一定會有 所謂的英雄角色跟三代是差不多的 這邊補充一個畫面上的小細節喔 在兩個月發布的預告片中 可以看到那個弓箭為人詬病 比例非常的不符合真實比例 過場然後看起來也太大梗喔 可是在這一次的預告片中 可以看到他弓箭的比例明顯就變得比較好 比較正常喔 算是製作組有聽到玩家的心聲 去做比例上的調整 以上就是本次的內容 黑子之後會陸續發布 世紀4的相關資訊 別忘了將影片分享並訂閱黑子的頻道 才不會錯過世紀4的新資訊喔 我是黑子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